我全部课程聊天书听力书 还有流行与库的八折优惠 只剩下倒数的三天啰 不用优惠嘛 就可以享有八折 目前是最低价啰 下一次优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快点把握机会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 嗨大家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我已经到伦敦大概一个礼拜啦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伦敦生活起来 比较觉得不习惯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我觉得有点惊讶的地方 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吧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走路呢都靠左边 那大家都知道因为英国有君主嘛 所以他们的车子呢都会是右驾 然后右驾就靠左边 就我发现的时候呢 是我刚下飞机 然后要走在那个机场到地铁的路上 我就一直撞到人一直撞到人 我就觉得为什么好像在逆向 然后我这时候才看到地上有讲 要靠左边行走 但是我发现好像路上的行人 也都走的蛮随意的 在家里都是有时候走左边 有时候走右边 但人多的时候的确人流都会靠左边走 那第二点我觉得有点不习惯的就是 不用给小费 当然在台湾就不用给嘛 可能印象中以前都在美国或加拿大 所以在我心里好像旅游啊 或是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给小费是一个反射的动作 因为假设你在美国或加拿大 你又给小费 好像是在告诉刚刚的服务生说 你服务的很烂 你才不会给小费 但我发现伦敦好像没有给小费的习惯 当然啦我还是可以给小费 就像在台湾如果你觉得 你这个服务生服务的很好 那你还是会额外给他小费 但是并不是大家 期望你应该要给哦 下一点让我惊讶的呢 就是其实街道跟城市都很干净耶 可能因为我没有来过那么多欧洲城市 我只有去过希腊大概两三个礼拜 所以其他欧洲城市我都很不熟悉 后来问其他朋友 他们都说那是因为美国太脏了 纽约真的是脏到不可理喻 除了地铁非常脏 有时候我觉得东西掉在地上 可能就会想要放弃 连捡都不想捡 因为真的太恶心了 然后呢路边也常常会有垃圾啊 然后市容也没有那么整齐 当然了美国还是有城市的分别啊 像我就觉得西雅图就干净很多 但是英国总体来说 我觉得地上都没什么垃圾 然后我的生活环境也都蛮好的 对我来说是一件惊讶的事 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标准已经太低了 第四点呢就是地铁上面没有收讯 只要进到地铁里面 你的手机是飞航模式耶 很恐怖耶 因为我不会搭地铁嘛 我又是观光客 每次我都是Google Maps有先查好 不然要是在地铁里面没有网路 我真的会迷路耶 就有一天我也是搭地铁 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女生 他就在滑手机 然后我发现他手机的相簿里面 全部都是Google Maps的截图 就是因为他怕他到地下之后 他就找不到路 看到那些截图我就觉得好动 第五呢就是 饮食习惯真的差蛮多的喔 之前在美国或加拿大 可能因为华人的人口比较多 所以我非常容易找到 我吃的很习惯的东西 然后我真的很怕的一个东西就是豆子 在我的认知里面呢 豆子就只能够出现在 可能绿豆汤红豆汤里面 它应该是甜的 不知道那支影片上的没 就是我有拍一支英国食物 就是我每次吃到豆子的那个表情 都真的很 就脸就会皱在一起 我真的很怕豆子 每一餐都会有豆子 然后还有薯条 薯条他们叫chips嘛 然后美国人叫薯条叫做fries 但是这里的人就叫那些薯片叫做crisps 所以呢叫法是不一样的 但总之呢每一餐都一定会有薯条 牛排要配薯条 早餐要配薯条 什么东西都要配薯条 就是吃好多炸的喔 所以前三天我就有一天 觉得我一定要排毒 我一定要断10个24个小时 不然我觉得我身体里面都是很多废油 再来我就是发现这里的商场 就像是那种mall比较少 大多都是独立的店面 假设我们在台北才要买保养品 就会去百货公司嘛 然后百货公司可能一楼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保养品专柜 可是呢在伦敦每一个品牌是四散的 那每个品牌都会有自己的店铺 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品牌的风格啊 然后它店面的纯色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是很有特色 但是逛起来呢是会有一点累 就比如说你要去买Kiehl's 你要先去找Kiehl's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你要买Lancol 你就要去找Lancol店面在哪里 有一点小麻烦 但我觉得我是逛得很开心的 就是你会感觉到每一个品牌 店面都有它品牌的特色啊 然后每一间店都感觉是不同的世界 下一点就是生活中很多布料 比如说家里会铺地毯 然后就连地铁上面的座位 都是绒布的 先讲地毯好了 我觉得地毯就是一个台湾人 会很喜欢避开的 除非真的是有闲钱闲时间 去整理那个地毯 否则家里是不会铺地毯 但是因为在英国可能天气比较冷 其实房间大多都会铺地毯 我的Airbnb就是铺地毯 我就觉得稍嫌恶心 这座房子就一看就知道很旧 然后就是地毯不好清啊 当然它还是有那种carpet cleaner啦 就是地毯清洁机 可是我就会觉得假设你打翻什么 或者是别人的那个脚的那个细菌 就是一寸到那个地毯的纤维里 哦你就不要想太多 我就是真的不要想太多 但是你只要一想就觉得 哦好恶心哦 再来就是地铁上面的那个椅子 在台北呢就是塑胶嘛 我记得在纽约就是铁的 不锈钢的 但是在伦敦不知道为什么是绒布欸 布看起来都超脏 车厢也不知道用多久 然后每个人就在坐在那个布的椅子上 然后我每次只要坐完地铁回家 我都觉得很不想坐在床上 但是又很累想坐在床上 总之它都是不要想太多细菌的事 不然就是过得会蛮痛苦 第八个也是一件让我很惊讶的事情 就是这里的华人族群非常非常小欸 可能因为我以前比较常去美加 会有很多的可能第二代啊 甚至第三代的亚洲人 那有很多亚洲餐厅啊 亚洲移民的社群也都很大 但我发现伦敦非常少 然后我又搜寻了一下 我发现就是British Chinese 在伦敦的人口只占了1.3还是1.4%欸 就是本地的伦敦可能二代啊 三代的华人是真的蛮少的 再来呢就是我以为会一直下雨 但其实根本没有下雨啊 大家都说什么 伦敦就是雨都每天都在下雨 当然啦就是我在这里才一个礼拜 强调的是我这里会来体验 就是没有那种一直下绵绵细雨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温哥华下雨反还比较烦 台北下雨都还比这里反 我后来有问当地的人说 你们会不会就很长时间一直下雨 然后他们说其实不太会 会下雨都是一天的一个小段时间 下完之后呢就结束 但的确啦天气是偏阴的 像是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拍片 还要另外打灯啊 就是总体来说会有点阴沉的感觉 但是是没有到绵绵细雨 最后一点呢就是我发现英国人呢 比我想象中的热情耶 可能刻板印象里面就会觉得 英国人就是都比较冷淡 就不像可能我去加州就是 我坐在那里追一个人跟我来聊天 而且就很怕英国人不会主动搭话 但其实没有大部分的人 对于我们有拿相机啊 有在拍摄啊都蛮热情的 甚至就是会主动加入这个对话 那我们那天也去伦敦当地一个 像是家庭的小餐厅 哇大家真是热情到 我觉得有点吓到耶 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跟我们聊天 我们哪里来啊 很愿意参与影片的拍摄 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啊 比我想象中的爱聊天 好以上呢就是实践 我来伦敦这个礼拜 觉得不习惯或者是惊讶的事情 总体来说呢 我还蛮喜欢这里的 我觉得很适合拍片 因为真的太多东西可以拍了 我觉得两个礼拜根本就不够 好,我觉得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会见到你们在下一集中 Bye 拜拜